你好 丽达哥 啊 咋的了 没眼眼 没眼眼 唱哪了 不行 真才都行 长相不行 不是我理想 挂 没有不行 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糟蹋了呀 你瞧瞧这大姐 那模样的气质 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可这红娘咋就这么不靠谱呢 找个糟老头子来配 这不是瞎胡闹吗 那大爷还说什么 不要找带儿子的女方免得挨揍 这都什么奇葩理由啊 哎呀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老年相亲有多挑 大爷大妈来相亲 看着面容娇好 身材高挑的大妈 大爷竟然看不上了 大爷说了 太瘦 一点妇态都没有 今天来相亲的潘大妈 今年56岁 退休金2000元 离异有房 大姐我这一经乌的不说话呢 真是老鼠见了猫骨头都软了呀 你看这大妈 一看到小红娘和摄像机 立马就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呀 好像要被吃掉似的 瞧她那胆小的样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旗杆上挂灯笼高明 见着我紧张了 要说今天来相亲的潘大妈 那绝对的气质款 说46也不会有人怀疑 就这么一位温文儿俩的大姐 却有点不大方 就是不爱说话 大姐我发现你倒不愿意说话呢 我不善意沟通 平时也这样 就不打愿意说话 不善意沟通 为了保持身材 潘大姐也有自己的独门密集 其中就不能少了锻炼 有减肥打算的小伙伴 也可以跟着练起来 就是爱运动 健身什么的 以前上健身房 现在这几点没去 鱼虾 健身操 还有那些器械 你还会练器械呢 你都会练啥呀 真是飞机上挂暖瓶高水平啊 你瞧瞧这大姐说的好像多懂似的 还说要享有好身材就得天天锻炼 瑜伽健身都不能少 哼说的轻巧有几个人能真坚持下来啊 就好像那主厨的鸭子嘴硬 潘大姐平时的生活也非常的清心寡悦 就喜欢安静的生活状态 除了吃饭 这一天嘴都不带张一下的 家里唯一能制造动静的电视 也让她给送人了 大姐说了 自己非常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间 无聊的时候就喜欢泡在芝士的海洋里 什么历史 我最喜欢看历史 反正那些中外名著我基本都看了 什么红龙 那个中国的红龙梦 水火三国啊 那些我都看了 真是孔夫子搬家竟是书呀 你看这大姐 说有气质身材的靠多看书 好像她就是靠看书才变得这么厉害似的 还让咱记下来 回头买书看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这么神奇 哼 说不定就是王婆卖瓜思卖思夸呢 骑律看唱版走着瞧 比如比如说那些电视剧 什么甄嬛了 什么那些步步惊奇 然后他们说好我也看 看见我看不进去那种 原情的 就是一般男人看那些 我都喜欢看 提升自己的内涵 肯定是不俗气的那种 喜欢那种精致的生活 那我就那么了 那找的老伴不是给自己制造造营吗 大姐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老母的劝说下 大姐这才统一找个伴 那么再找老伴 潘大姐的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呢 找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月仙 四五千块钱 人品必须得好好 就是有责任 有担当的那种 还有就是看演员了 我得想懂的是吧 真是城皇娘娘有喜心怀鬼胎 这大姐有文化有气势 说起刺偶条件还挺有特点 前面说了一堆 最后来个演员 嗨 这可真是给自己留了好大的推路 就好像那铁打的攻击一毛不拔 啥实质性的都没说死 根据潘大姐的要求 红娘联系了跟大姐 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徐大 大爷今年六十二岁 退休近两千八百元 有房 看来潘大姐的刺偶条件 红娘没听进去 这不是瞎配吗 光映现条件就没达到 见面后 两人的第一印象相差有点大 一个没演员 一个相当满意 你感觉就没有演员 有点老 长相跟个头都行 真是恶狼 见了肉眼都红了呀 你瞧这大爷 一眼就相助了大姐 就大姐那身材那气势 确实容易让大爷吸引呀 这大爷也不看看自己啥呀 就这么好急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哼 就像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吃心妄想 猴子捞月亮白欢喜一场 坐下后 两人就进入了大聊阶段 一个不爱说话 一个不会说话 这清香的 俩人都惜此如今啊 把红娘都给挤冒汗了 喝点水吧 那水不凉温水 吃苹果 不吃 还可以血 现在刚才写的苹果 我们大哥好像 就瞅着那个 也不笑 也不知事 好像是听了文化的事 其实不是 大哥有点紧张 紧张都紧张 该说话得说话呀 没有啥说的 没有啥说的 真是茶狐狸主角的 有货道不出啊 这大哥呀 不会说话还非得说 好不容易憋出一句 没有啥说的 这叫什么事吗 相亲的时候 不就该好好表现吗 他道好 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不好谱 可真要把小红娘 给挤死了 这就像那汉鸭子 过河不知深浅 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我这嘴是嘴笨 不会说的 我也是 不善于言谈 眼看这相亲要谎啊 红娘赶紧把大爷叫出来 科普了一下相亲经验 这相亲就得难是主动 听了红娘的劝导 徐大爷终于觉悟了 我今天有力量一三十 我觉得身体素质好 我说就是 最近年龄应该 我感觉正常的身体 多没事吧 这有限 我的身体特好 红娘还笑了 真是哑巴 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呀 这大爷和何大姐也太能耐了 居然能把小红娘都给聊哭了 也不知道他们说了啥 惊天地气鬼神的话 这俩可真是言问 也提高是鬼话连篇 把人家小姑娘给折腾成这样 背着手进几乎不简单 我觉得就是找另一半吧 最重要的 身体挺好 我有时候因为自己身体好 我也想不下来问人的身体 我就想怎么会有病呢 我觉得挺纳闷的 总问这个话题 好不容易大爷起个疼 没聊两句又被大姐你掐没了 咋的 大姐你是来相亲的吗 应付应付总开会吧 多少也得给点面子 无奈还得弘扬出马 没想到徐大爷又挽起了火 男哥你喜欢小狗吗 我还真就不喜欢小狗 男的一般不喜欢从 你不喜欢小狗 我家被鱼姐比我先好自己进屋了 小狗特别是下雨天什么些出去玩 又回头又不是相当大了 新的 那你尾身搞好啊 那你今天在这家中 不问你们没有过话吗 没有 还算是尾身好 看来这天是没法劳了 看来这次相亲注定是来野匆匆 去野匆匆 我感觉咋了 就是不太合适 我觉得性格是法征 不太合适 做个朋友吧 可以可以 接着红娘又安排了下一个相亲对象李大 李大呀 今年66岁 有房 每月收入6000元 红娘这亲给安排的真不怎么样 这是给大姐找爹吗 看来红娘今天有心事啊 真是拆了把子不歇顾面不顾理啊 小红娘上次吃了亏 这次长记性了 找个经济条件达标的大呀 可这大爷老七横丘的 也不知道大姐会不会买的 感觉就像是牛吃难过 无从下吼 骑流完漂流进走下坡路 大哥对着下面给你点两个菜 说你这远到来的也没吃饭 不出意外两人见面后 李大爷跟潘大姐都依静了 咋的了 没演员 没演员 唱哪了 不行 真才都行 长相不行 不是我理想 广 没有不想 没相中 哪没相中 长相 个头我都不少挑 就是这个整体形象 就是一眼就没演员 那种吐气 既然没相中 李大爷这回彻底放飞了 这头的潘大姐对大爷意见也是越来越大 我坐 我坐哪 我坐哪 来来来 我坐这 最起码的礼貌好像也 不懂 就是进入了 就是自己往那一坐 也不知道样样对方 我说大哥 俩人坐这吧 你看你自己拽一蹬就坐那会儿 你不应该先给大姐拽个蹬 怎么 大哥呀 大哥 真是成皇 皱眉头鬼点子多呀 这大爷性格古怪的很 没演员就连小红娘都不搭理了 小红娘圈半天让她聊个五毛钱的 这大爷可真是铁打的公鸡 一毛不毛 对人这么冷淡 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我觉得哈 就不管有没有演员 咱们最起码的尊重是要给的 是不是 在红娘的圈说下 大爷同意在往下唠唠 但是得知潘大姐有个儿子 这下李大爷彻底不干了 一个男孩 成家吗 没有 不想找对男孩 咋的呢 我吃过这亏 啥回忆 啥回忆 来打我了呢 谁打你啊 儿子 对方儿子 对 为啥打你啊 和这边俩人说出啥事了 他不满意了 生气了 就跟人家打电话就来了 那不是一个 两个 两个 啥呢 老两口吵架能把人家儿子给招来 而且还不是一个 看来老爷子背后的故事有点复杂 最后 两人都觉得不是要找的那个人 草草结束了这场相亲 有没有那个演员啊 相不相逢吗 那 咋说你 不太理想 就是没啥演员是 对 嗯 我也是 没演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老年相亲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星空 请关注不迷路 每天带你乐呵乐呵 咱们下期见 给你们看 解释 垂懶 冘